用声音 碰撞世界 生动活泼 生动早咖啡与你轻松同步 日常生活与商业世界 嗨 早上好呀 今天是2023年的4月12号星期三 这里是生动早咖啡 我是来自生动活泼的孟一 几条商业科技清解读和你打开全新的一天 在经过几年的成绩之后 国内外的线下演出市场 在今年春天可以说是全面复苏 观众们终于可以在线下相聚 感受线上直播无法带来的演出效果和现场氛围 其中音乐节作为一种比较小众的演出形式 在最近几年快速发展了起来 不仅在数量上显著增加 还下沉到了二三线城市 即将到来的五一假期 向来都是国内音乐节的小高峰 根据第一财经的报道 今年的户外音乐节市场可以说是相当火热 品牌音乐节的早鸟票 大多都能够迅速卖光 不过当音乐节在国内遍地开花的同时 真正赚钱的却不到两成 头部公司的盈利水平和海外同行相比 也有非常大的差距 我们早咖啡的听众 叫我鲁尼就好了 也曾经向我们投稿 他想要知道 大家是否会持续为目前火热的演出行业买单 那我们今天的清解读 就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音乐节产业 在不同地区发展的怎么样了 影响音乐节持续发展的主要因素又有哪些 在这之前我们先来关注几条简短的商业科技动态 腾讯定性微信QQ故障为一级事故 多位高层被处罚 3月29号的凌晨 腾讯旗下的一系列服务包括微信语音对话 朋友圈 微信支付 以及QQ文件传输 QQ空间和QQ邮箱等等产品 一度无法使用 根据界面新闻了解 这次事故是由广州的电信机房发生的冷却系统故障导致的 虽然当天稍晚些时间就已经被修复 但是腾讯仍然把这次事故定义为公司的一级事故 展现了荣灾设计方案和应急预案不完善的隐患 腾讯的多位高层被通报批评 相关管理层也被处以降级和免职的处罚 腾讯的主要创办人 公司前首席技术官张志东 曾经在内部分享活动当中提到 微信作为一个国民应用 如果在登录 群聊 朋友圈和支付功能上出现故障 容易造成恐慌 用户会不断关机重启 除此之外 界面新闻的分析认为 目前腾讯大量加码的弊端业务对微信有高依赖度 比如企业微信和小程序等等 企业客户更加强调稳定性和安全性 如果这次事故发生在618期间 用户无法顺利支付订单 会给商家造成数十亿 甚至是上百亿的损失 日本政府正在考虑引进 ChatGBT隐私问题再度成为焦点 4月10号也就是这周一 OpenAI的CEO Sam Altman在东京 会见了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并且表示将会在日本设立办公室 扩大在日本的服务范围 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松野博弈表示 如果隐私和网络安全问题能够得到解决 日本政府将会考虑使用OpenAI的ChatGBT 来减少政府人员的工作量 负责日本数字化转型的内阁大臣 也对外说道 人工智能可以对政府的工作方式产生巨大的变革 不过由于生成是AI存在的一些问题 很难立刻在政府的日常办公当中引入ChatGBT 和日本政府类似希望拥抱人工智能新技术的还有冰岛政府 根据OpenAI官网的介绍 冰岛的37万人口当中 大部分都熟练掌握了英语等等第二语言 他们的母语冰岛语的使用频率反而是在下降 为了防止这门小众语言的消失 冰岛政府与OpenAI合作 来提高使用GBT4生成冰岛语内容的能力 来增强冰岛语翻译的准确性 一天内官宣三个国产大模型阿里所有产品都将接入 通议签问 4月10号人工智能企业商汤发布了日日新大模型 和自然语言处理模型商量 商汤方面表示日日新可以为正企客户提供多种的API接口 比如图片生成 自然语言生成和标注服务等等 在活动现场 类似于ChatGBT的自然语言处理模型商量 展示出了多轮对话和超长文本的理解能力 同一天昆仑万维和起点志愿合作自然的国产大语言模型天工3.5 将在4月17号启动邀请测试 搜狗的创始人王小川也在同一天发布了公开信 宣布和前搜狗的CEO如丽云联合创立人工智能公司 将在年内发布大模型百川智能 目前他们已经拿到了5000万美元启动资金 组建了50人的团队 而在4月11号的阿里云峰会上 此前阿里的大模型通议签问也有了新消息 阿里巴巴CEO张勇宣布 阿里巴巴所有的产品在未来 都将会接入通议签问大模型 在此前的测试当中 办公软件丁丁在接入通议签问之后 可以自动生成工作方案 总结会议纪要 并且同时生成会议里提到的代办事项 个人电脑需求低迷 苹果MacBook出货量大跌 市场研究公司IDC 在4月9号发布的数据显示 2023年第一季度 全球个人电脑的出货量 继续下滑到了大约5700万台 比去年同期相比减少了接近三成 其中苹果公司的MacBook的出货量 下降了40% 在市场份额最高的 5家个人电脑厂商当中 跌幅最大 另外几家公司的情况也不容乐观 联想和戴尔的出货量 下降超过30% 惠普也有24%的跌幅 IDC预计 2023年个人电脑的出货量 也将会持续下降 到了24年才会出现轻微复苏的迹象 即便打折出售 各家厂商依然要面对过剩的库存 而这一困境可能会持续到 今年的第三季度 随着经济状况的改善 和Windows 11的升级 个人电脑出货量 可能在今年年底 会迎来恢复增长的机会 以上就是值得你关注的 几条商业科技动态 别走开 我们马上和你一块来聊聊 小众但热闹的音乐节 想要持续发展 主要的因素又有哪些呢 欢迎来到今天的清解读 一提起音乐节 不知道你的脑海当中 会浮现怎样的画面 对于不熟悉音乐节的人来说 音乐节大概率就是一群人 站着看看演出 是一种属于年轻人的小众活动 虽然说现场演出 的确是音乐节的核心部分 但是随着现场演出的不断创新 现在的音乐节 也已经发展出了更多有趣的形式 音乐节也从一种青年亚文化的标签 逐渐演变成了一种 象征着自由和多元的生活方式 以及汇集摇滚电子流行民谣 等等各种音乐形式的大型盛典 音乐节主要靠门票和广告赞助来赚钱 以发展作为成熟的英国和美国为例 无论是对于观众还是演出者来说 英美两国的一些音乐节 有着世界级别的影响力 比如说世界规模最大的音乐节之一 英国格拉斯顿博里音乐节 这个每年六月在英格兰农场举办的音乐节 虽然票价超过人民币2000元 但是依然能够吸引几十万的观众到现场观看 还通过BBC进行全球转播 根据英国每日电讯报的报道 运营格拉斯顿博里音乐节的公司 每年能够为英国提供几千万到上亿英镑的收入 并且在举办期间 为当地提供大量的就业岗位 在美国音乐节的类型就更加多样 有和商业化保持距离 同时也享有巨大影响力的费城民歌节 也有利润过亿的Kochella音乐节 根据格拉美的报道 Kochella音乐节在2017年的利润超过了1.14亿美元 并且多年都保持着收入过亿的水平 除了英美两国 我们再把视线转移到离我们更近的日本和韩国 和中国一样 音乐节对于日韩来说 其实也是一种舶来品 开始的时间比较晚 在亚洲地区急剧影响力的 日本富士摇滚音乐节 Fuji Rock 在1997年才首次举办 只比中国最早的户外音乐节早个三年 根据研究机构Steady Stat的数据 2019年 Fuji Rock仅仅门票收入 就高达人民币1.6亿元 韩国的音乐节 也随着K-pop的热潮 在近几年迅速地成长了起来 并且在韩国娱乐产业的加持之下 展现着巨大的商业潜力 中国的第一个音乐节 是始于迷迪音乐学校 在2000年举办的一场毕业典礼 在起步初期 这种以独立策划为主的非盈利模式 让音乐节更多地服务于 音乐爱好者自己的社交圈 四年之后 赫兰山摇滚音乐节 以当时每天150元的高票价 成为了中国第一个盈利的 大型户外音乐节 同时也验证了策划人策划 加企业资助模式的成功 2007年摩登天空音乐节 也就是现在草莓音乐节的主办公司 又打造了户外音乐节品牌 加商业赞助的模式 不过让国内户外音乐节 到处开花的 还是地方政府 加文化机构的模式 也就是政府赞助的方式 通过举办音乐节 来提振当地的旅游业和房地产 不过虽然中国的音乐节 看上去蓬勃发展 在2017到2019年之间 国内音乐节的总数量 稳定在250场以上 但是盈利的却很少 根据第一财经的报道 2019年 80%的中国音乐节 仍然无法盈利 一半以上的品牌 无法存活 就头部音乐节来看 国内品牌百万级别的 盈利水平 也很难和海外同行相比 然而和国内相比 音乐节在海外 已经被视作是一门 不错的生意 根据纽约时报的报道 全球最大的现场娱乐公司 Live Nation 最近几年 正在世界各地 大量收购音乐节 音乐节已经成为了 Live Nation赞助和广告业务的 重要组成部分 它的利润率 甚至是高于 它的演唱会业务 或者是旗下的票务系统 Ticketmaster的 门票销售业务 那么为什么 国内外的音乐节市场 会有如此大的反差 影响音乐节发展的 主要因素 又有哪些呢 在花哨的音乐节 演出阵容都一定是最重要的 在有限的预算之内 请到平衡知名度 和艺术性的演出阵容 是保证音乐节质量 最基本的方法 以Coutrella音乐节为例 主办方不仅能够 与时俱进地捕捉到 音乐潮流的变化 以开放的态度 拥抱多元化的音乐品类 还同时满足 不同时代乐迷偏好和需求 让对音乐的追求 可以被市场所欢迎 纵观Coutrella的阵容安排 不仅有JZ 麦当娜这样的本土巨星 他们还非常乐于 让海外的音乐家 担当领先表演者 比如说冰岛的 先锋音乐家笔约克 以及今年的韩国女子组合 Blackpink 这不仅要求主办方 有对行业发展敏锐的感知 还需要音乐节 扎根在一个成熟的 音乐产业当中 因为只有一个 成熟的音乐产业 才能够持续培养出 多元的艺人 专业的演出团队 以及热爱音乐的听众 目前国内许多音乐节的 成本压力 主要来自于 演出者的费用 一方面热门演出者的 档期竞争激烈 在各大音乐节 抢人的情况下 阵容同质化的情况 比较严重 另一方面 随着最近几年 音乐综艺的走红 一些演出者的出场费 大幅度的上涨 在赞助商 或者是商业化的压力之下 流量明星 也开始出现在音乐节上 拉高了艺人的成本 一些小音乐节 甚至还出现了因为 无力邀请知名演出团队 转而用大批校园乐队 来充数的情况 另外由于 外国艺人 来华演出的审查 比较严格 国内音乐节的 国际演出阵容 也比较局限 音乐节不仅提供音乐内容 更多的是为观众 提供一种体验 优秀的音乐节也往往会强调 自己所希望传达出的一种价值 或者是愿景 通过参与这样的活动 观众们也完成了一次自我表达 从1979年开始 格拉斯顿柏里音乐节 每年都会设定一个 和当下的社会议题 密切相关的主题 比如说儿童年 和支持才军 同时高举嬉皮式精神的音乐节 还开放了巨大的帐篷区 提倡过几天远离城市的原始生活 对于更年轻 更商业化的音乐节来说 丰富活动现场的体验 就变得至关重要 不久前结束的香港 Clock and Flap音乐节 就加强了自己的艺术性 把各式各样的文化潮流元素 和音乐搭配出现 比如风格突出的舞台造型 类似装置艺术的休息区等等 主办方还安排不少需要摘掉口罩 或者是光脚站在草坪上 完成的活动 营造一种放松而包容的氛围 还有一些音乐节 运用举办地的特点 将活动打造成一场 以音乐为中心的旅游体验 在距离东京三小时车程的 苗场滑雪场举办的 日本Fujirock 就凭借着完善的徒步路线 和户外体验 让音乐节成为了 家庭旅行的目的地 主办方还将一些小舞台 和酒吧设置在森林当中 鼓励大家在山间走走看看 值得注意的是 提供良好体验 还涉及很多技术性的问题 比如说针对人流过多 气候突变的应对方案 以及场内消费 垃圾回收等等 基础设施的支持等等 这些实际的困难 也对活动的策划和组织 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影响因素之三 是否能够建立成熟的 赞助合作体系 除了提供优质的内容 和体验服务 能否更有效的招商引资 对于音乐节的发展 也很重要 根据LifeNation的观察 由于音乐节 通常会持续三天 或者是更长的时间 而且举办地点通常 和城市也有着一定的距离 观众每天大部分的时间 都会待在表演现场 所以他们购买食物 饮料 还有周边商品的意愿 也就会更强 而且这些消费 往往会占到 门票价格的一半以上 海外音乐节的运营方式 和观众的消费习惯 让大量品牌认识到音乐节 在触达年轻消费者上的价值 也让运营方能够开发出 更多赞助合作的机会 比如说圣罗兰等等时装品牌 曾经将自己签约的网红 送到现场打卡拍照 惠普等等科技品牌 也曾经随着音乐 展示自己最新的投影装置 美国运通等等金融服务公司 还把音乐节休息室等等服务 加入到了自己的信用卡福利里 另外像LifeNation这样的头部公司 还拥有强大的垂直资源整合能力 不仅运营音乐节 还有自己的票务售卖 场馆运营和艺人管理等等业务 根据分析机构Statista的数据 2016年LifeNation仅仅通过音乐节 就从赞助商那里 获得了超过22亿人民币的收入 目前国内大部分的音乐节 还是依靠政府赞助的模式 商业赞助也主要集中在 几个头部的音乐节品牌 然而政府经费和广告赞助的不确定性 为音乐节的可持续经营 带来了很大的挑战 许多音乐节选择提高票价 通过加大票务收入 来摆脱对赞助的依赖 但是单日过签的票价 不仅会劝退囊中羞涩的年轻观众 还抬高了大家对演出阵容 和现场体验的期待 音乐节是否能够拿出 物有所值的内容和服务 还有待观察 所以归根结底 音乐节作为一种现场演出形式 还是以音乐为主 需要成熟的产业和乐迷双向奔赴 所以聊到这儿 我们当然也很想来问问你 不知道你喜欢什么样的音乐 或者说你有没有自己特别 中意的乐队 你去过什么样有意思的音乐节吗 欢迎在我们的评论区 和我们一块来聊聊吧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了 我们其他的成员还有 监制泽林 监制伊凡 声音授记Jack 实习生Aurora 感谢你收听今天的生动早咖啡 那我们就 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